到底是缺工 還是你不願意加薪 不願意給員工很好的薪水 才導致缺工 其實有些傳統產業 它的給的起薪非常低 加油站起薪29,000塊 結果他們招募學徒是23,800 我的薪水比加油站還要低 所以它徹底改變這件事情 它把起薪調到XXXX 操作機台越大 代表你的力提升嘛 那你可以開始有加薪的條件 你會看到 這家空車改變了 它的薪水是不斷的成長 累進平均薪資成長將近45% 現在員工起薪平均是5萬多塊 台灣有多缺工 很多的工作找不到人來做 一個統計數字 到今年1月份 台灣缺工的人數 職位有多少 連續11個月都破百萬 找不到人到底該怎麼辦 特別是你沒有什麼特殊吸引力的 傳統產業中小企業 真的很難找人 但是還是有一些公司 有辦法出奇招 找到了很棒的人才 問問郭震哥 對 我們現在談的是缺工 到底是缺工 還是你不願意加薪 不願意給員工很好的薪水 才導致缺工 所以我們就跑到中南部 去看傳統產業 10億規模以內的 傳統產業 怎麼樣找到工 那真的也發覺一個問題 其實有些傳統產業 他給的起薪非常的低 像工具機這個行業 我們跑到了中台灣的大都三下 榮生精密 那他的小開二代接班之後 他就看到加油站的招募廣告 他就心有所感 難怪年輕人不願意進來 我們公司平均年齡是五六十歲 卡車司機是七十歲 加油站起薪兩萬九千塊 招募工讀生 就有兩萬九千塊 結果他們招募學徒是兩萬三千八 我的薪水比加油站還要低 而且三年四個月才能出師 出師之後才能夠加薪水 所以你要過三年四個月 兩萬三千八 比加油站的薪水還要低 他難怪找不到人 請問年輕人願意進來嗎 所以很多工廠 他的工具機行業 他的隔壁廠也會說死氣沉沉 工廠平均年齡五六十歲 所以他徹底改變這件事情 他改了什麼 他把起薪調到三萬一 起薪三萬一之後 開始給一些獎勵措施 例如你操作的機台 從三米五米七米 你操作機台越大 代表你能力提升 那你可以開始有加薪的條件 接下來如果你能夠 一人操作兩台 你願意更多勞 或是學不同的技能 那你也可以加薪 所以看到這張表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家公司改變了 他的薪水是不斷的成長 累進平均薪資成長將近四十五趴 現在員工起薪平均是五萬多塊 三萬一是底薪 那如果你年輕人進來 還可以加到有很多的津貼 例如你操作機台越來越高 你可以操作兩台機台 接下來老師傅加了一倍的薪水 可是他公司依然賺錢 因為他的駕動率 機台的操作率越來越高 所以就改變了一件事情 你本來找不到工 年輕人不願意進來 現在年輕人進來了 薪水就五萬塊 然後業績也變好了 所以證明一件事情 你願意給好的薪水 當然就人家願意進來 所以他現在平均年齡是37歲 你看改變非常的大 也沒有缺工問題 因為要進來的非常的多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們看到這個案例告訴大家 要勇敢的加薪 不是年輕人不願意進來 當你薪水比較這樣還要低的時候 誰願意進來 就是那個故事嗎 你出得起香蕉就直請得到猴子嗎 對 如果吃了 你出了這個很好的一個配的話 而且獅子會越來越勇敢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案例 當然要訓練不同的能力 企業才會改變 那這個是非常厲害 一家公司叫全拓 雖然銀葉沒有多少錢 但是沒有沒有多大 2.3億 但是他是全台灣 唯一打進南保基尼 歐洲超跑供應的游風網 但是他碰到一個問題 他做的是游風 當然全世界轉進電衝車領域 他就必須要轉型了 所以他一邊轉型一邊加薪水 薪水加到平均薪水是七萬多塊 可是他員工數是在減少 因為產業在轉型 那我們採訪團隊去的時候 他怎麼產業轉型 讓我們印象深刻 他竟然派一個全公司 最不會開車的女生 開著一輛林保堅尼 南保堅尼 跑到台中高鐵來接我們的同事 跟攝影記者 所以當我們上車的時候 他非常的緊張 因為他是全公司 最不會開車的 林保堅尼 南保堅尼 開平均時速60公里 而且還是個路吃 還要一邊看手機導航 為什麼要讓他來 因為他訓練老闆要訓練他 每個人都要有不同的職能 要去挑戰你不熟悉的事情 那老闆的那個成本很高 萬一A到怎麼辦 A到有保險 因為他有非常多的操保 這家公司非常有名 他有非常多的操保 可是他就克服這個困難 可是這個過程中 他做一件事情 他讓大家知道 這家公司在努力改變 每個人的職人 每個人都挑戰 所以到了櫃台的時候 櫃台接待我們同事的人 是最不喜歡講話的社工 可是這老闆故意的 故意的 但是他就是要開發 你們不一樣的潛能 當然大家要想一件事情 如果你的產業碰到了 要從傳統的油車轉到電動車 就跟這個員工一樣 你不會開車 你也要開著藍寶街 你上路 而且還要去接人 而且你還是路吃你要開道 勇於挑戰自己 對勇於挑戰自己 這家公司改變非常大 你看他的毛利率是一直往上攀升 現在毛利率將近40% 而且他的他的公司的薪水 也是一路往上升 沒有缺工的問題 只有有沒有願意改變的問題 那下一個案例 其實是一個更傳統行業 是家事服務業 就是家庭清潔員 而且他高雄相對是比較弱勢 一個行業 那他要找人當然很困難 而且要加薪很困難 可是他現在全台灣有300多位管家 而且平均年齡就有38歲 甚至有類路在科技公司願意去 這家公司領年薪百萬 去幫他設計軟體 因為你現在都是線上服務 可是這家公司會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都碰到了很多的 所謂的物價上漲 很多公司都跟你調漲薪水 可是聲音要成功 要找到人 其實應該先調員工的薪水 而不是調漲售價 所以媽咪的成功就是 他一開始在2019年的時候 先調價格 賣價嘛 處理服務費用 結果沒有調員工薪水 調的沒有一樣多 結果客戶馬上發現 你竟然只漲價 沒有給員工薪水 原來很多客戶在給你服務的時候 要不要續約的時候 會問說 你們公司漲價 你有沒有跟著漲薪水 後來他發現是 2020年的時候 他只漲員工薪水 我們看到紅色那個柱子 可是飛色是他的價格 他只漲員工薪水 所以每個加速服務員說 我們公司漲價 但是我薪水漲很多 因為我一直在漲薪水 所以很多客戶就願意說 那我續約吧 你們